瑞莉甲 你怎麼這麼可愛呢 地盛 瑞莉甲不要怕 地盛 瑞莉甲我保護你 都怪我沒有準備 防災的道具 我只準備了 一頂帽子 家裡什麼吃的都沒有 肚子好餓 這樣下去你死掉了 你的眼前不是有一塊肉嗎 吃肚子吧 瑞莉甲 嫌的 真是嫌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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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時候 準備要等一份做事 重要啊 來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Ryo 我是Yuma 有如大家知道 日本這個國家其實蠻常發生地震的 你說我們半夜睡覺睡到一半嘛 手機就會想起剛剛你們在片頭看的那個聲音 WingWingWing 那個真的好可怕喔 因為很可怕 因為是大家的手機同時會響 你說在電車裡面 所有人的手機都是那個聲音 就覺得我天啊 很大的地震要來了嗎這樣子 近年除了地震之外呢 日本是有很多天災嘛 相信現在日本人呢 可能對這個房災的意識呢 也慢慢的提高了 那上次在這個征稅前嘛 我們就是兩父親呢 有到外面去Shopping 就想說要買東西嘛 就到Loft去買東西 發現到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 它就是 將將 吉野家的罐頭飯 罐頭牛丼 相信大家都認識吉野家吧 說到日本的牛肉蓋飯 大家怎麼可能會沒有吃過吉野家呢 那這個吉野家呢 它這一次就出了這個牛肉蓋飯 而且是罐頭 各位 非常保存食 這麼小的罐頭 扁扁的 你看一個這麼小 裡面 有牛肉 跟飯 飯也有 飯也有 那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其實不是新商品啦 在今年的 2019年的6月呢 就已經開始賣了 只是 其實在6月的時候 我也是有想要買這個 跟大家拍影片 但是各位 賣得太好了 那時候買不到 就是有上網去看 現在在亞馬遜也是其實 我上網找了也是買不到 是剛好在Loft看到 然後就買上罐回來跟大家試吃這樣子 有這個就我們 可以 不吃肉粒醬了 不要這樣子啦 大家會誤會說 如果我們要是真的肚子餓呢 會把我們的兔子吃掉 各位不要誤會 我們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呢就算餓死也不會把自己的兔子吃掉的 大家放心 保存期限是三年 它的這個米呢 是用高機能超米 它這個寫嘛 一罐的卡路琳是290多 大概到300這樣子 欸其實還蠻厲害的耶 這一罐就等於兩顆 那個飯糰了 它不用加熱就可以這樣吃了 不用加熱也可以吃 但是加熱之後呢 會更好吃 那我們先開經典的牛肉蓋飯好不好 嗯 嘿 那開囉 嗯 一 二 三 喔 所以那個後面一顆一顆的是飯嗎 對 玄米 欸 Yuma我剛剛聽到你肚子叫了是不是 嗯 哈哈哈哈 我一個叫 肚子叫了 嗯 肚子一直叫 好啦 我們來開一下這個豬肉蓋飯 還有這個是一個叫Saba的魚肉蓋飯 東東 嗯 どうぞ 一 の 哦 哇 豬肉也感覺好好吃哦 而且它的飯啊 濕濕的耶 嗯 不是剛剛的 哦 哦 すげ 哦 滿滿的魚肉 四片魚肉 嘿 你這樣子的 意外的 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你是不是沒有期待我買的時候 嗯 哈哈 很壞 我買這個 我一個人很興奮 然後又買在旁邊 嗯 你幹嘛買這個 因為其實不便宜 你知道一個多少錢嗎 八百日圓 嗯 高級罐頭 比你到現場去吃牛肉蓋飯呢 一碗還貴 可能特大碗都沒有到八百 但是因為它是保存石嘛 然後它使用的也是很厲害的米 嗯 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貴的 嗯嗯 而且它看起來 還沒加熱的狀態 也看起來濕濕的有肉汁的感覺嘛 對啊 不是剛剛的 對啊 所以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那我要吃 我先吃喔 嗯 下面放很多耶 真的耶 嗯 這樣的感覺 嗯 嗯 怎樣 好吃 嗯 跟一般的牛肉蓋飯有什麼差別嗎 味道也一樣 味道一樣 嗯 那飯的感覺呢 飯是 因為這是原米嗎 嗯 不是白米 所以口感當然不一樣 原米的話有它的 硬硬的口感 會乾嗎 不會 真的嗎 它不會乾它的口感 我感覺罐頭 這是飯的話 我就想像應該是乾乾的 綿綿濕濕的各位 對 哦 我知道了 有一點像在吃粽子 肉粽的感覺 嗯 就是糯米的感覺 嗯 濕濕的 嗯 然後黏黏的 嗯 這真的比我家附近 隨便買的肉粽很好吃耶 我先不要吃 我們去夾了好不好 來熱熱熱的 嗯 嗯 哇 肉粽的 好吃 熱いよ 嗯 哇 牛脂が溶け 更加美味 好好吃喔 哇 好吃了 これは 婆ちゃんが作った 婆残的味 これは これが 嗯 然後自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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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含 笑 那我們吃一下 其他兩個吧 トンロ 豬肉蓋飯 它的肉很大 很厚很大 嗯 不過好像沒有牛肉 那麼喜歡 熱熱 吃起來很美味 那在加熱之前呢 我們先吃一口還沒有加熱的 沙巴 你好香喔 超級無敵好吃耶 它的魚肉怎麼可以這麼香 它是罐頭耶 它的肉的 好吃的感覺不會輸給 橘橘我們叫的那種 焗沙巴 配韭菜的 很有它的那種魚肉的那種 魚脂肪嗎 因為這個沙巴 它就是很有脂肪的魚嘛 很好吃的 這是它的魚汁 還有耶 好吃 這兩個真的很厲害 它下面的飯呢 雖然是沒有魚肉 它魚肉只有上面四片嘛 但是 這個飯呢也是有味道的耶 所以當吃它的飯呢 就真的 也是有一種那種 那種重的感覺 它本身就是有 它有味道的 對 好吧 那我們這兩款也加熱跟大家試吃一下 來 來了 不會粉粉的嗎 嗯 真的比剛剛好多了耶 豬肉的話呢 真的要加熱 牛肉蓋飯的話呢 不用加熱 我就覺得 非常好吃 但是豬肉蓋飯就建議 推薦大家 是要先加熱再吃 嗯 個人很期待這個 魚肉加熱之後呢 是不是也變得更好吃 它本身就已經夠好吃了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到我變海濕了 吃到魚肉整個 會用腳拍手 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一樣好吃 嗯 真的是高級 保存食耶 嗯 如果我們為了 地震啊 買好這個 有心理的豬肉蓋飯的話 我覺得一定 我老公先吃掉 這一點呢 它不合格 它 以一個 非常食來說 它不合格 非常食就是要那種 乾乾不好吃的 就是 緊急食的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喔 真的肚子太餓了沒有辦法 然後拿出來吃 才叫緊急食嘛 是不是 保存食 這麼好吃 怎麼能保存呢 大家 如果來日本呢 就想要把日本的這個牛肉 蓋飯買回家給 就是 朋友吃的話 也可以把它們當作是一個 伴手禮 然後 買回家 就是 帶回國 給朋友吃這樣子 現在真的有衝動想說 要買個 一箱塊家裡 好啦 那 這個影片就簡單到這裡囉 如果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消息的話 幫忙點個讚 然後分享影片 那這一集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話